香港的麦里厚镜的话 它的起点位置的话相对香港来说是相当偏远的 而地理位置的话是离香港的尖沙嘴大概有30公里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直线距离大概12公里左右 或是开车过去的话差不多30公里 而去麦里厚镜徒步的话 它的坐车方法也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或者巴士 我的话是从香港市区先坐地铁 到达这边一个彩虹地铁站 然后再从彩虹地铁站那边坐小巴到达西贡 然后再从西贡这边有个公交站 坐公交车去到北浪泳 也就是麦里厚镜的起点 从这里开始徒步 今天是2月28号的早上8点米5分 我在西贡码头这边 现在要坐公交车 94路去麦哲浩镜的起点站 现在在94路的公交站北浪泳 现在在94路的公交站北浪泳 我打到这边是香港 这是一个大公园 环境非常漂亮 出发出发 OK 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多一点点 我这边正是开始徒步 卖力耗尽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边人特别少 是不是平时周一到周五都没什么人来徒步呢 这边风景真的非常好啊 这次出来长途旅行 其实我就带了两个包 一个是我现在的胸包 还有一个是双肩包 因为这次我想尽量追求气量化 不要再被一个大包出来 中死了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双肩包我放到旅馆去了 把多余的衣物全部拿出来 只随身带来了最必要的相机之类的东西 争取当天轻装来回 走完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全程 到两边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营地 这边是一个烧烤点 今天天下来不错的 就说明天就可能会下雨了 都说麦境上有很多的野牛 好像果然如此啊 我可以看到第二个点了 它这个是每500米会有一个标注 这个是第二个 所以麦里耗尽的话 沿途标识做的已经非常完善了 第一段的话全程都是公路 大概有8公里 这就是旺仪水库 走在大坝上 沿途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啊 两边都是水库 沿途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啊 两边都是水库 今天真的应该好好享受一下 一个人的麦里耗尽 现在是早上的10点50 本来我还担心今天天气不好怎么办 现在除了大太阳热的要命啊 根本就不用PS 好难啊 这边的自然环境保护得非常好 哇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光景绝美的 一边水库 一边大海 夫妇何求呢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 太阳晒得非常热 刚才去大坝下面有个盐洞 去那边玩了一会儿 休息了一下 水的话只有四分之一了 到下个补水点 西湾的话还有六公里吧 因为水不多 所以现在饭也先不吃了 等到了补水点再吃饭 好的 走吧 这就是非常漂亮的浪夹湾了 哇 你看 好美的白沙滩啊 要在这边露营过个一夜 那就爽快了 到达美丽的浪夹湾 这一开始的话就是麦里浩金的第二段了 简直 美到让人窒息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